先請我們的這個相關單位先做個回應說明 然後再請委員來發表意見好不好 這樣比較好 那個剛剛碰到的一些居民的一些舉例 或者這些議員的一些提議 我看是不是我們先請 我們有幾個局處可能需要說回 第一個就是社會局 他對於剛剛不管這個社會局的這個規劃的想法如何 以及特別對博德這件事情 現在官司會對這件事情充分的影響如何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有關於這個文化局這邊對於老樹 或者對這些的進行做一個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環保局可能稍微說明一下 環保局算說明一下 有關於這些相關環境上的一些問題的解決 還有改正局說明一下 對這個商業局開發的一些可能的一些衝擊影響如何 還有一張最後是應該是 最後當然是最後是發展局 好不好 做整個的一個 所以補充的一些說明 那些評估或者這些相關 特別因為 這個陳先生說公展的程序如何 他們的資料意見 有沒有什麼資訊上的一些問題等等 我想我們都應該先做總部的回應之後 再請各位委員來表達一件好不好 來是不是請 我們就請社會局先說明好不好 來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社會局就兩點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那麼第一點呢 我們是跟針對整個土地糾紛目前進行的狀況 向各位委員做一個報告 第二點呢是 就社會福利的整個使用用地的整個規劃的趨勢 那麼 因為之前是前一個案是因為 EOT的那個特許廠商 柏德公司在整個 開發時程的整個嚴重的落後 那麼所以 市府在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年八月二十三號 那麼和柏德公司 通知柏德公司解約 那麼這個解約之後呢 那麼三方提出仲裁 那麼這個仲裁案呢 也在一百零二年的 這個一百零二年的二月呢 二月底呢 做成仲裁判斷書 那麼就是要求 柏德公司必須要 塗銷地上泉 那麼這個 這樣的一個土地呢 那麼土地的地上泉的塗銷呢 也已經在三月間 由市府來完成地上泉 就是整個地上泉的塗銷 同時在一百零二年的六月 市府已經取回土地 那麼取回土地之後呢 市府開始積極重新做規劃 目前的進行是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柏德公司 還是就任務 他還是提出來 在四月間 還是提出來認為說 那麼那個只是圖銷地上泉 那麼但是呢 他裡頭的那些程序 還沒有完全的終止 所以還是要市府繼續 來協助他做後續的三項審議 就是樹保環評跟都審的審議 那麼基本上 因為地上泉已經塗銷 那麼土地 市府也已經取回 所以呢 在不管是樹保環評跟都審的整個處理呢 事實上已經沒有可複裏的這個空間了 所以目前呢 雖然還繼續在 對柏德公司提出 還繼續在仲台跟相關的訴訟當中 但是基本上 這個部分的土地的整個 整個處理的整個 不管是他的所有權 或是他實際上的持有的狀態 目前都在市府的手上 目前的狀態是這樣子的 第二部分呢 有關社福用地的重新規劃跟處理 那麼這也是跟整個社會福利的發展有關 之前整個社會福利的開發 那當然是考慮到 這個VOT廠商 他的整個營運 在整個 營運上的需要 所以在前岸的規劃 相當多的 相當高量體的老人住宅 那種量數呢 大概在五百多部的這個老人住宅的這個規劃案 那麼老人住宅的規劃呢 這個是 基本上它是可以有收益的這種規劃 那麼後續的整個 後續的整個社會福利的 目前的這個規劃的方向呢 比較是 因應未來的老化的需求 做比較多的改變的是 在預防性的措施 也就是呢 對於身心障礙和老人的整個 失能之後的快速的重建 和預防的這個作為呢 後續的規劃案呢 在這個議題上是設比較多 那麼 另外呢就是 過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就是我們的幾處平價住宅 那麼 實施的結果 幾十年下來 從民國六十年間 興建的平價住宅 那麼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平價住宅 總數呢當時有 呃 差一 淨空之前呢 有五百四十戶的平價住宅 在這個地方 那麼因為平價住宅所帶來的 整個標籤的作用 和整個社區的 這種 彼此之間的隔閡 所以呢 後續的整個社會福利的 整個規劃跟使用 儘可能是採融合的方式來進行 就是希望透過公營出租住宅 或是社會住宅的這個融合 能夠去除掉原來 發展就是平價住宅的標籤化的問題 以及整個社會隔離的問題 那麼因此呢 整個社會福利用地 在整個市府的考量 我們內部的討論裡頭 那麼除了這樣的功能 就是整個社會 更積極的 失能重建的這個功能之外 那麼對於 平價整個弱勢居住的這樣的一個議題呢 我們是採融合的方向來做規劃跟設計 那麼所以呢 整個後續的發展才會變成今天提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麼以上呢 社會局補充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請問問話局 不誇張忘記了 等一下交通局準備 要說一下交通停車等問題 那個公話局說明一下 好